今天台北股市呈現一個 所謂量縮的一個所謂震盪 我將來可能很多人又要開始睡覺了 可是我還是建議大家 你真的要想盡辦法來學習 一些所謂的專業知識 我還是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就像剛剛的導播說 小老師你今天穿這樣子好炫喔 怎麼又好像又有運動風 然後又有圍巾 隨便啦 只要會員能夠賺錢了 我說過了 你叫我叫我拖公公去跑立法院 去跑那個什麼洗萊登飯店 我都OK啦 那基本上我還是建議大家 我知道現在行情非常非常的悶 可是我只要問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鴻海最低的低點 我有沒有連續講了一個禮拜的時間 86.9的一個月關鍵價 今天有沒有來 有沒有來有沒有錢可以賺 但是為什麼你再跟著我強調 你要想盡辦法 真的拜託大家去強化你的專業知識 我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所謂邏輯 難道你說老師啊 謝老師現在50幾歲的 我看都不要動都不要運動 你知道嗎 不運動的壞處有哪些 第一個如果說你生活作息不正常 又抽菸喝酒 你到最後可能會得肺癌 可能會得胰障癌 大家都知道嗎 那麼如果說又不運動的 一個所謂情況下 基本上你的BMI指數 BMI就會非常高 那非常高的話就會走來代謝症候群 就會有高血壓 就會有糖尿病 所以說基本上 那我請問大家 難道呢 我已經很厲害了 我就每天呢就在那邊哦 然後每天專業研究 然後都不運動嗎 我每天晚上都要固定六口 而且是到一個非常特殊的公園 我想你們是網友都知道 所以說這是為什麼 我說過 你不要告訴我沒有行情 沒有行情 反而是你練兵練槍 最好的夜水時期 來看清楚哦 現在9點23分的時候 9點23分開到時間 9點23分的時候 我有沒有跟大家預告 我說目前大盤的主力心態他是多 你要看一下禮拜五我的解盤 我想要做多 可是問題他一定還要再殺一刀 在9點23分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頭顧老師 能寫出這樣的夜水文章 那當然想到這一點呢 我先想講一件事情好了 很多人他會拿我的軟體 去跟一般頭顧老師的軟體做比對 謝老師啊 你的軟體的早上 為什麼沒有先放空啊 基本上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我知道有很多頭顧老師 他所標榜的就是每天買最低 每天賣在夜水最高的高點 結果你跟他操作之後 你發現了永遠都是詐數 永遠都在最高殺低 我只會很耐心的跟大家報告 主力做手的操作 他有他的夜水的SOP 慢慢講下去哦 那我請問各位啊 光從這一張字卡 你單純中9點23分 9點23分 你去做多到收盤有沒有錢可以賺 有沒有再一次證明主力做手操作 還是價格的夜水觀念 紅買綠賣看圖說故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你唯有藉由主力心態 唯有藉由時間 唯有藉由空間 唯有藉由OAC 你才能找到一個所謂操作上面的 一個所謂的邏輯啊 那你當你操作有邏輯的情況 反敗為勝自然就會在眼前哦 那基本上我們快速舉例哦 我請問大家 上個禮拜操作難度有沒有很高 還是我現在講10月9號 10月9號的時候12點14分 當時全台灣每一個人都可以講說 蔡總統啊 10月12會發表什麼兩岸不好的文章啊 所以說大家叫你趕快放空 只有在10月9號12點14分 我當時斬釘截鐵跟大家預告 主力心態是個標標準很多 結果一口氣漲了1000點 之後不用再投付了吧 所以說一個好的老師 他會帶你通過盤整盤 還有趨勢盤的夜水連續考驗 趨勢盤我幫你掌握到了 那我請問大家上個禮拜是什麼鳥排 上個禮拜是個標標準的盤整盤 禮拜一跳空開高 先say goodbye 然後再反手放空這樣沒問題哦 禮拜二的時候 禮拜跟你預告主力心態 他是個標標準空 結果禮拜又殺下來了 而且來到時間的夜水預期 完全的夜水命中 禮拜三往下做一個隨其殺 你看到是一個標標準的按頭 我再來一遍 上個禮拜有台北股市什麼點147點 有啊 可是問題重點 你禮拜三到禮拜三的PM 到禮拜四的早上 你早就已經嚇死 把你的空單給停損了 這是為什麼我說過了 你就要成為市場上面的贏家 你一定要與眾不同 你要想辦法當大家躺在那邊 一個大肚子躺在那邊 然後等著得代謝症候群的時候 你反而學習到這些所謂的專業知識 我請問各位禮拜三 如果我沒有主力心態 我跟大家強調 這一個是個標標準的按頭 我一定要放空 結果放空完之外 禮拜四禮拜三的晚上 我的會員就不用睡覺了 因為禮拜三的晚上馬上被尬到外太空 結果這樣有沒有又40點 那同樣的來到你這禮拜 禮拜幾啦 28禮拜四 禮拜四禮拜四來來來來 開屏 然後我禮拜 知道禮拜幾 隨便隨便 11-28 禮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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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8點28分 我再來一遍 基本上你今天你所要找的老師 每一個投顧老師都說他超級無敵準的 他的軟體每天都能夠買最低 每天都能賣最高 那如果軟體每天都能夠買最低賣最高 麻煩他做到一件事情 預測嗎 什麼叫預測 很簡單 禮拜四早上8點22分的時候 你就可以已經知道了 開盤絕對不能開破665 在上面寫得非常清楚 寫得非常非常的 一個所為明白 結果禮拜四開盤有沒有跌破665 665之後往上做一個所謂反彈 我會不會告訴我的會員 主力心態他是一個標標準準的空 所以放空 對 開盤跌破665 而這個點我們在我們的課程裡面都有教 結果禮拜四沒錯 尾盤他有拉一點起來 可是我當時有沒有跟大家預告 主力心態還是一個標標準準的空 整段的操作策略 在Lite8都寫得非常清楚 寫得非常非常的 一個所為明白 禮拜四跟你預告收盤小於關鍵下 收盤小於A星好 進入禮拜五囉 這是禮拜四PM盤的一個所為盤檢告 完全命中 這是禮拜五早上起床 一個是下午2點你會拿到 一個是早上8點36分 我請問大家開盤了沒 還沒開盤 距離期貨開盤還有8分鐘的夜水時間 我要有沒有跟大家預告 禮拜五的時間他不加 禮拜五的時間他不加 我說如果開破604也是不是好事 好 先給你做預告囉 那我請問大家在8點36分的時候 我知道主力心態是斷空我不知道 可是當我知道時間不佳的時候 配合的主力心態 他是一個標標準準的空 再來一遍 上個禮拜是 上個禮拜是全宇宙 我帶我的會員放空 放空結果殺一段之後 開始橫盤震盪 橫盤震盪之後 你的軟體出現滿血 我一樣告訴我的會員 主力心態是一個標標準準的空 就這樣跌了141點 上個禮拜的盤整盤 完封完全幫你掌握到 每一個趨勢的方向 好 慢慢來哦 慢慢來哦 這次上禮拜五 9點38 你LINE 8我有跟你預告 我的會員在9點鐘就知道了 所以說如果說 你想在第一時間擁有的 一個所謂主力心態 麻煩你去下載我們的軟體 少了百萬的電視的成本 而且讓你瞭解 高手就是在零間 9點30分跟你預告主力心態空 11點05分還是跟你預告主力心態空 結果我請問大家 上個禮拜五 老師啊 10點30分已經上下去 老師啊 11點05分已經上下去 那我請問大家 那禮拜五的尾盤 有沒有收在最低的低點 那有沒有再一次證明 你是需要在第一時間擁有主力心態 所以說全方位360 全方位360 你真的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而且我們的會期統一從明年2月份 才開始做夜水起算 好開始 上個禮拜五 我跟你預告收盤小於關鍵價 收盤小於A7 這是上個禮拜五 我所跟大家做的夜水預測 來看今天 今天9點23分 再來一遍 為什麼我說我還要再等他殺一刀 我才要進場 因為很簡單 我在上個禮拜五已經跟你預告 收盤小於關鍵價 收盤小於A7 今天早上的夜水 跳空的夜水開高 要不要急 要不要急 當然不要急 因為收盤小於關鍵價 收盤小於A7 了解一個老師的操作邏輯 而不是一個老師的節目 今天沒看 跟上個禮拜沒看 答案都是一模一樣 反正的節目 只會跟你歌功頌德 每天買最低賣最高 那種對你的操作 那是完全沒有加分 而且是標標準的扣分 9月23分 所以說我說再殺一刀 我就要進場 問題殺到哪裡 到底是要殺到哪裡 麻煩把今天的盤錢給我打開 今天早上的8點39分 請問開盤了沒 還沒開盤 我在裡面 我就有預告打個框框 461 461 461 我說開高 可是因為時間不利多方 還是會震盪 在8點39分的時候 我就很清楚的告訴我的會員 即使開高 你千萬不要亂追 因為時間不好 還是會上下的硬水做震盪 我會不會預告多方的防守價 473 461還有481 我寫的就寫的非常非常的明確 結果預告完之後 有沒有在10點03分 真的來了 來的時候你在幹什麼 放空啊 放空啊 來的時候你在幹什麼 全台灣你去找一個老師 上個禮拜五放空 上個禮拜四放空 今天做多 去哪找到 去哪找 這樣 這樣我請問大家 短短禮拜五到禮拜一 今天一天時間有沒有200點 有沒有差一天 有沒有差很多 有沒有很輕鬆的 讓我的會員吃到龍蝦 吃到魚翅 吃到葉水鮑魚 那我請問大家 你的軟體 每天告訴你買最低賣最高 他不知道今天的時間是不友善嗎 他不知道收盤小於關鍵下 收盤小於AC 他沒有辦法在PM盤開盤之前 也給你另外一份的葉水盤錢稿嗎 如果沒辦法 我講坦白的能真的能賺錢的話 你再打電話跟我講 我馬上也去參加 因為這種機率幾乎標標準就是零 你人家水子冰法教過你了 少算多算未必勝 更何況連算都不會算 不會算的 那叫不叫做事前的預告 就叫很多人說小事啊 你現在沒上節目 包括你的什麼心態也被人家拿去使用 關鍵價也被人家拿去使用 12月的關鍵報告也被人家拿去使用 我講講白了很多頭骨老師很羨慕我 很愛我 甚至於他們的LINE還用我的生日 甚至以後他如果姓謝 你也不能怪他 那都不該我的事情 我只知道我能在開盤前給你這樣的資訊 這是全台灣沒有一個老師做得到 今天51點喔 禮拜四放空 禮拜五放空 今天禮拜一歐洲東 歐洲東有沒有很簡單 有沒有差一天有沒有差的非常非常多 時間不夠跳關鍵 所以全包外360升級版 真的只要15 廣告中的電話 02-2392-3988 好 明天時間先空後多解完了 解完了 沒時間先空後多啊 你看啦 我是在12點16分的時候 那時候那個彥廷彥廷跟我講說 真的嗎 主力心態真的嗎 真的是多嗎 今天外資買了6千 外資是來亂的 你不要給人家屁股後面好不好 你不要說主力心態空 禮拜四說主力心態空 結果外資兩天賣了1萬多口 今天我說主力心態多 外資看完 看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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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節目之後趕快去買 好 時間先空後多來 股票就簡單多了 今天可能所有投過老師 來跟你講穩帽 真的好爛喔 你從穩帽 你就會看到一個老師 他能先做多 長得兩倍 沒錯吧 長得兩倍 對不對 利用擊殺買進 每一段你幫我做驗證 幫我做驗證 然後然後呢 在11月19號的時候 我有沒有跟你預告 我說穩帽不對 我說穩帽不對 先賺兩倍 先賺兩倍之後 我跟你講穩帽不對 當時穩帽在315塊 老師啊 你的軟體沒有在最高高點出現 放過訊號 我跟你講喔 如果我的軟體在最高高點出現 放過訊號 那已經不是我的軟體了 那已經事後改軟體穿載了 不可能啦 我的軟體怎麼會在最高 沒有 主力穩帽不是一張 不是十張 不是一百張 不是一千張 是一萬張 一萬張試駕看 一萬張試駕看 你們難道不懂得什麼叫震盪出貨 主力出貨的模式 都是用震盪出貨 他不可能壓低出貨的啦 一萬張試駕直接砍出去 穩帽跳空結停 跳空結停 好不好 拜託 你是怎樣 你是怎樣 美國又要發生什麼恐怖攻擊事件 沒有這麼緊急啦 所以說我的軟體 你不可能賣在最高的高點啊 325塊 等到282塊 也是3塊錢喔 你隨便買個10張 你賠43萬 就不用講了 台表他在過去幾下 231 換錢 換錢 來來來來 開始來慢慢見證奇蹟 很無聊對不對 來來開始慢慢見證奇蹟 1月15號 跟你預告2317洪海 沒問題 來就補 當時洪海是七幾塊 然後洪海是幾月幾號 要在起漲第二段的時候 再一次跟你預告買洪海 還是買洪海 就洪海從74.7到92.9 總共賺了兩支漲停板 洪海買30張會不會嚇到 會不會害怕 不會害怕嘛 3350萬嘛 3354萬就賺54萬了 38243345 54萬扣掉手續費 你還可以賺50萬 所以我說 如果我說沒有 每個老師每天買最低賣最高 我給大家一個建議 打電話機來看 打電話機來023923988 直接看我們call訊 直接看我們對賬單 比較快 比較快 來慢慢來喔 上上個禮拜 11月20號 給你預告洪海周線綠燈 沒錯吧 所以我給你預告周線綠燈 這我來最下面 這不要說 我沒有 86.95 86.95 就是洪海的夜階 月線的夜階關鍵價 好沒有我講短線的 禮拜二 我跟你預告洪海需收盤大於90.78 只有禮拜三收盤收90.6 哇 但是洪海上漲喔 每個人說洪海收的好漂亮 收的好漂亮 漲比較漂亮 那不是跟很多投庫老師 偷用我的奇力心一樣 什麼驚奇之旅 然後新年快樂 然後奇力心長的時候 有奇力心 奇力心疊的時候變沒奇力心 拜託 K棒紅色較漂亮喔 K棒綠色叫醜 那我請問大家 洪海今天K棒什麼事 彩色 那你告訴我是多愛控 禮拜二跟你預告 禮拜三我說洪海收的不夠漂亮 他說90.6喔 我說要收大於90.78 好沒關係 禮拜三 再次跟你預告洪海預關價在86.9 來86.9 有嗎 走啊 給你一個學習的理由 給你一隻手也可以啊 走啊 走 哎走導播說說說對 導播說看我又不是你請的 哈哈 自己看多少錢 8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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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該買嗎 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會算 為什麼叫全方塊360 你還沒收起賬到密碼的 我們給你非常多充分理由 今天早上9點多 誰跟你預告主力心太多 再殺一刀 我就要買 今天早上8點2幾分 有哪一個投顧老師跟你預告 6.1 叫做多 4.6.1叫多方房投價 今天有哪一個老師在上個禮拜 每天跟你預告869 每一個人預告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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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聊 來現貨 買賣 猜一下啦 賣120億 禮拜五賣120億 那今天呢 小買了 小買了 買34億 31還34億 我懶得算了 有種 02239 239 239 8 我跟你講 你上我的課 很多人說我們課已經開幾堂 從9月到現在 90 11 所以說已經16堂課了 16堂 你大概要花好幾天才看得完 真的要花好幾天 從第一集看 再一遍 從第一集 因為我現在我沒有教你公司 公司我們在第一集 第二集全部交光光了 那公司你全部給我背起來 全部給我背起來 你唯一不能教人家的就是AC 我講過了 我已經把你發誓過了 所以說AC 你絕對不能教你的直系親屬以外 你說我教我姐姐 不行 不行都不行 你只能教你直系 你可以傳給你的小孩 你可以傳給爸爸 你就是不能傳給其他旁系 那叫旁系直系的要分清楚 不然屁股會爛掉 我生活已經交了 你交了就來補錢 就屁股就不會爛掉了 就行善不思啊 跟我一模一樣啊 你看每個月固定行善不思 不多啦 真的 社會需要幫助人 謝老師很對不起你 我每個月固定捐1萬5 用不著叫我捐15萬吧 我一個月薪水才2萬 我捐贏1萬5了 我已經不是很偉大了 還有人 還有人比我更偉大 賺2萬捐2萬 也是有人 也是有人了 再來繼續 8836今天AC 8836今天AC 今天鴻海收大 有沒有收大AC 我全是鴻海解不完的 全台灣有這樣解盤的嗎 8836自己看嘛 把AC主力成本8836 然後呢 收大AC 90.26 棉框往下結完 走再走 哈哈哈哈 又走掉了 我這老師好屌喔 高手在林間 少了百萬電視成本 不用跟一般頭不好吃 好每天軟體參數改一改 然後每天告訴你買最低賣最高 那種鬼話又有人相信拿不出證據 啊 所以說就這樣子吧 台表科 那跟你講你也不相信嗎 跟你講三支掌200 好懶的講晶電啊 晶電啊 晶電之後宏康 宏康之後6196翻宣 然後這然後呢禮拜三你看 雖然台灣都在偷我的股票 禮拜三被動元件漲上來 每一個都有被動元件 什麼驚奇之旅 齊齊在線 然後什麼齊齊齊齊怪怪 然後新年快樂 還不是在講起立心嗎 為什麼都要偷用我的股票 94.6到101 94.6到101 然後3189緊縮 然後這哪一支 隨便哪隨便 緊縮然後又做一張價差 好你害怕的 害怕今天紅外不敢賣 集賽也不敢賣 集賽也不敢賣 那我先問大家好 今天很多人跑進去空一檔股票 我的股票 空我的股票 空五四五七宣德 然後是空其立心 隨便 好 這是我禮拜跟你講的 我說這些都是月見紅燈 你知道你犯錯誤犯在哪裡嗎 你不要管宣德外跌不跌 你知道你今天當衝 我再回答大家所有問題 很多人都小吃啊 我當衝啊 可是我需要知道主義心態嗎 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 你利用吉拉 你隨便追隨便套 因為上個禮拜五主義心態空 今天你看到擊殺 就好像今天有很多白吃飯的人 看到316的穩帽擊殺 跑去追空 結果尾牌馬上被電 你知道出在哪裡嗎 大喊主義心態多 你在放空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說 你要去下載我們軟體最主要的原因 老師你的軟體長怎樣 不要問我 你自己看你的Light 8 Light 8每天都有秀給大家看 我這樣講沒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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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相信一件事情 4000預告才是真的 然後月薪利登股票 神盾 神盾好可憐 神盾跌到錢 我再看一遍了 跌70塊錢 然後雙紅跌46塊錢 加起來剛好130塊 130塊 然後華興哥4968利基 利基到今天還在殺 利基自己看 自己看 那主力多壞 但是221塊錢 我就跟你預告主力心態是空 都跳過去 來來來來雙紅 然後沒時間講了 反正都突然過去是 來 這個是月薪紅燈的 沒問題 沒問題啊這個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東西都跑 都跑到金 宣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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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得 如果跟狗一模一樣 太誰了 我知道我的節目很多頭部老師在看 跟狗一模一樣 還在看其他頭部老師的節目 下地獄 我這樣講沒錯 除了兩個在節目中打架 我也在看 那個我也在看 因為好好笑 我跟現在不好笑 兩個沒在打不好笑的 自己去研究 自己了解 操作邏輯 麻煩你先把11月份的關鍵報告 打開來看 11月關鍵報告 我們的指數的一個所謂高點 幾乎完全全命中 10月份也命中 這一個月操作難度很高 我給你報告過 加權綠丹 OTC紅丹 加權綠丹 OTC紅丹 兩個不同調 兩個不同調的頁嘴情況很簡單 各股 來來 你手中的持股上面問題的話 不要打下去來了 我沒有空管你的股票了 我在關鍵報告裡面 我有教你一個方法 怎麼樣去檢視你手中自己的持股 教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所謂重要的公式 這公式你只要把它學會 基本上 你手中持股月限什麼的 你絕對會算 你絕對會算 這是我把課程內容 我在那邊跟你做分享 就只有這一次12月份關鍵報告的機會 那12月關鍵報告的第一件事情 你要懂得大盤的多空的防守價 大盤的多空防守價真的超級無敵的 一個所謂重要 因為當你懂得大盤的一個所謂多空防守價 你未來的一個所謂操作 你才有辦法獲利 你才有辦法賺錢 連VIP退 那打電話進來 等一下 等一下 先調整靜音 然後第二件事情 有關於個股的一個所謂多空 因為現在我講坦白 老師啊你沒點名到 我手中持股還還還還還還 沒點名到 有很多股票 月限綠燈 月限綠燈抬起來是在逃命 就像我現在馬上考試 你3105文帽 那如果明天彈起來怎麼辦 彈起來怎麼辦 彈起來怎麼辦 過幾天之後就開始殺了 這些手中股票 你要懂得去做一個所謂應對 我都把你寫得很清楚 還有關於大盤的一個所謂多空防價 無論如何你一定要知道 要怎麼知道 很簡單 02-2392-3988 02-2392-3988 趕快電話時間 預約索取我們關鍵報告的全部內容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不投資方向